Hello大家好,今天又是空瓶集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最爱香水5款的影片的话 欢迎就是点击看一下哦 今天我要来分享了我最近用累积的什么空瓶 那首先就从我上次跟大家说 我终于变新的化妆棉开始 大家也知道一直以来我卸眼唇卸妆液啊 都是用无印良品的压连化妆棉 可是前一阵子我就觉得 我的眼唇卸妆液会用这么凶 是不是因为我都用棉质的化妆棉 所以呢我就去购买了这个 这个是之前很有名的丝花1 2包 就是神水化妆棉 其实在它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使用过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啊这个湿敷好难用啊好粗糙啊 它就是丝花啊怎么会拿来湿敷呢 可是当我这一次把它拿来卸眼唇的时候 我简直惊呆了 因为平常我可能这一面挤一下 翻面要再挤一下 它整个化妆棉才会湿透 我真的就是这边挤一下就够了 所以它真的就是神水 2分之1不开玩笑 那我发现它在沾了眼唇卸妆液以后 湿就是卸眼唇啊 也完全不会拉扯到你的这个睫毛 或者是眼皮 因为丝花的这个材质啊 它一旦碰水 其实它会变得整张很柔软 而且完全不会掉屑屑 所以呢我就非常快速的把 两大盒一小盒全部用完 那我接下来会继续回购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下一个也是纸盒类的 就是之前推荐过的 Nepia卫生纸 因为前一阵子 婴儿感冒的关系 然后我们全部都一起中标 那所以Nepia就用了两盒 这个卫生纸真的是抽起来 非常非常的柔软 然后你拿它来醒鼻涕啊 完全不会觉得鼻子这里痛痛的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鼻痘炎 然后甚至维持了大概两三周 我们没有人是因为醒鼻涕 醒到这里就是红红或者是脱皮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家的常备物 虽然说我们也很不希望生病 可是一生病的时候 真的会立刻把它拿出来用 接下来是一个厨房的用具 这个是OP他们家的高效保鲜抗菌密封袋 这个袋子呢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好用 因为不管你是去好事多买肉回来分装 或者是有时候你的食物想要带出门啊 然后怕它会漏 这个东西啊 它上面有两层的那一种密封压条 所以它可以封得非常非常的紧 那它本身也有耐热的 所以我常常会把它拿来当作食物分装袋 包含分装一些我可能自己卤的肉啊 或者是意大利面的红酱 那这个东西呢 只要你里面不装颜色太深的东西 其实它洗干净都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因为它的袋子是有一点点厚度 所以你可以先拿来装一些不是这么脏的食物 不是生的 然后可能是一些炸物啊 没有吃完或者是什么的 你就可以装一个袋子里 然后之后稍微冲洗一下 它其实都可以再重复利用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想象中那么不环保啦 因为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次性的 讲到卤肉 前一阵子我就是有比较认真的煮饭 那我那时候用这个小磨坊的浓香卤味包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搭配酱油 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失败的 不管是卤那种什么牛肉面的汤底啊 加上牛肉 或者是肉燥啊 其实加一包跟 加一包这个下去 然后你可能再稍微用酱油 或者是可能有砂糖啊 肉月桂叶啊 这些做调味 它都可以调出很成功的那个酱底 所以这个我真的很推荐 然后我当时一下就买了两盒 然后另一盒也快要用完了 这是我的隐形眼镜 我的隐形眼镜最近都是带透明片的 你们今天看到我带的是浇深的眩闪金 但是一般没有要拍片 或者是平常外出的时候 我用的都是他们家的透明片 下一个来讲一下食物 这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这个是新竹的RT Bakery 他们家的一个算是西点饼干吧 那我只是把盒子留下来 没有要吃给大家看 它里面呢就是像是一格一格状的 然后每一块饼干啊 大概都是就是一口大小 这个饼干我真的是 从我认识我朋友 然后他是新竹人开始 吃了大概快要十年 然后每一次他只要回新竹 有经过RT他就是会把我买一盒 然后我真的觉得超级感谢他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但是 呃今年吃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的油味变得有一点点比较重 那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好吃的 呃小饼干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那一种 尤其是你是爱吃喜饼的人 拜托你一定要试看看RT Bakery家的饼干 那我个人觉得他拿来当就是那种结婚的喜饼也很适合 因为他就是很方便 然后他们家好像还可以订一个中式的饼 就是两层一起出货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喜饼啊 或者是平常吃的那种饼干啊 一定要选好吃的 就是才有面子嘛 对不对 接下来要推荐两款咖啡 都是呃小五郎咖啡家的咖啡豆 那我这一阵子真的是呃用新鲜的洞子现磨 然后现冲上瘾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么爱喝绿挂了 那绿挂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通常我都是买裸妆 所以没有包装 在我的空瓶里面就不太会出现 那我就推荐两款 我觉得很值得入手的小五郎咖啡豆 这两款也都是相对比较便宜一点点的平价咖啡 其中呃这个 纸袋装的这一种是四分之一磅的 它是宏都拉斯圣塔巴巴拉小蛙圆豆 然后这一款呢 它的豆子就是蛮特别 它是那种比较小颗的 然后圆形的咖啡豆 它的杯侧是甜菊莱姆跟甜奶油 就是我个人喜欢那种有点温暖掉的 就是像奶油啊杏仁啊这一种 搭一点点有点像呃那种清新挂的 所以这一款完全我喝起来就觉得超级温和 它不会像一般的那种果香很重的偏酸 然后也不会像那种巧克力味比较浓的就是偏苦涩 所以这一款呢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那另外一款呢也是属于这个基底的 就是它是牛奶巧克力跟夏威夷果 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温和 然后很顺口 这个是Guardian Mala的努云咖啡 那这两款的呃售价都是比较中等 就是我觉得满满好入手的 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试看看 还有一个喝的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是之前推荐过的米森加的有机汉方养生茶 那我目前都还是有在持续的喝当中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晚上不想喝咖啡因这么重的东西 你就可以喝这个 这个它是有那种补气的感觉 然后你喝完就会觉得喉咙很舒服啊 然后身体也稍微温暖起来 加上因为它凉掉其实也蛮好喝的 那个中药味是有一点淡淡 然后甜味也是淡淡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喝起来会有很可怕的味道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然后就要进入保养品啦 也是一样我变心的东西 就是牙膏 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最喜欢的就是酥酸钉 他们家蓝色的吗 那我最近找到了这个regenerate的牙膏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超级网红牙膏了 那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 直到刷了它以后我就真的觉得 真的是好好用啊 终于有一款好用的网红牙膏了 因为之前我也买过那种很漂亮的牙膏啊 但是刷起来真的是蛮刺激牙齿的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敏感性牙齿 不要再去买一些有眉的东西 就是这个regenerate 这个牙膏其实它是号称有美白效果的 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你强健你的法郎值 所以刷起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然后完全不会刺激牙齿 刷起来呢那个过河凉感没有很明显 可是你的口气还是会觉得很清新 然后牙齿刷完也是那种很干净的感觉 所以我强烈推荐regenerate 然后呢就是我的老朋友啦 Ethlon他们家最大罐200ml的全能生成洁净霜 真的没有比它更好用的卸妆霜了 这个味道呢就是大家都一直吐槽 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用太多罐了 我真的没有觉得很难闻 它就是一个怎么说 油味 然后这个油味啊不是那种油烤味喔 因为200ml其实如果是会变质的油味 它已经会有很可怕的味道出现了 可是它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味道 如果你真的要说它是什么味道好了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不讨喜的精油味 就是精油有那种好闻的精油 芳疗的精油 可是也有那种就是精油闻起来 然后你就会想说 嗯这个精油是干嘛的 它大概就是有点像那一种 就是好像是有种那种什么胡椒的那种感觉 它很很中性 然后不甜不香不好闻 但是它就是一个精油味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芳疗的产品嘛 只是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闻了觉得很疗愈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卸妆感受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没有什么它卸不掉的 因为我的底妆其实都很防水 不但会喷定妆喷雾 然后粉上的也蛮多的 而且是用那种bake的手法 可是它都可以把它卸得一干二净 而且卸完你的皮肤是那种不但觉得很清爽 可以毛孔呼吸 而且又不会觉得过干 所以这款我真的非常推荐 就是周年轻在我活动的时候 我绝对会再购买200ml的 然后眼唇卸妆液也是老朋友了 理肤保水的这个高效温和眼部卸妆液 没有比它更好用的了 尤其是在我换了化妆棉以后 我就觉得这一罐800块也没什么 就是反正省着点用都是很好用的 加上他们家后面都有这个累积积分 其实你一次就可以累积80点 然后好像200多点就可以换一罐他们家的那个喷雾 脸部喷雾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到非常贵的 加上如果你有什么药局的会员 常常都还会在打折 老朋友继续Alveon的这个渗透乳 用的是美白的3号 它用起来是比较乳状 比较厚一点点 比较白一点点的乳状 就是有一些乳液它是有点透明透明的 那美白的这一款它不是那种透透的 它就是很白的乳液 那我觉得上起来呢其实是很清爽的 因为虽然它已经到3号 可是在我脸上我觉得它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 因为就像我讲的它不是透透的乳液 透透的乳液就是油分会比较重 可是它是白白的 所以就是上上去还是觉得很清爽 美白的效果没有 但是就是我觉得它当作第一步 微微的帮你去除角质 然后还有帮助皮肤后续吸收保养品 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目前是只有白天使用它 好然后就是醒悟家的东西 醒悟家的用完了一罐若清油 这种若清油呢主要我是拿来脸部刮沙用的 通常我早上就是用完渗透 我就会用若清油刮沙脸部 然后再搭配刮沙板啊按摩手法 我觉得脸部的水肿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其实每个人早上起来多多少少 都还是有一点水肿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很容易水肿的体质 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那刮完以后我觉得会明显比较好 加上我刮完以后通常会湿肤 所以通常那个湿肤这样一揭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哇你的皮肤不但是保水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小一号的感觉 另外一款呢是也是醒悟家的 这个是我自己调的光彩油加丰富油 丰富油就是他们家之前出的一款专门保养胸部的油 那这一款油我自己用下来我是觉得 非常好用 会不会太夸张 就是你的胸部会明显有一种蓬蓬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是你月经快要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点胀奶 然后你的胸部会感觉里面好像那个 怎么说海绵吸饱了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是会让你的胸部比较蓬润 没有到胸部会变大 可能没有到大一个什么尺寸或者是罩杯什么的 但是就是你摸你会觉得你的胸部就是上胸也会比较饱满 所以这一款我是很推荐 但是丰富油停产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虽然说他们家说与云公油的这个成分跟丰富油是非常接近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因为我用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是很难过了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会停产 精华的部分呢 我用掉两罐理肤保水他们家的C10精华 那这个就是一个维他命C的精华 然后它呢就是真的是橘色的 不是只有罐子是橘色 挤出来是橘色的 这个在我前一阵子直播保养流程里面 我有使用到它 它用起来是有一点点黏黏的 就是你这样子摸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那个脸有点被黏起来 可是因为我觉得晚上的时候使用这个美白产品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晚上上油一点点我可以接受 加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油很不舒服 你可以湿浮 湿浮以后就不会这么黏了 那这一款呢 我用完两罐10ml的我是直接回购了 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效果的 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亮白一点点 有没有到真的改变你的粉底液色号 我觉得是没有 但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你的脸就是没有这么辣黄了 它就是比较亮 然后比较白一点点 就是白的颜色多一点 黄的颜色淡一点点 所以我个人是直接回购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不错 理肤保水价的保养品啊 我觉得香精味都有一点重 虽然说它号称是医美敏感品牌 但是香精味有点重 可是没关系 就是好用的东西值得购买 接下来也是老朋友 就是我最爱的 Neal's Yard Remedies Rejuvenating Frankincense Hydrating Cream 怎么名字这么长 反正就是他们家的霜 你就是认名乳香系列 Frankincense去买就对了 不会有雷的 它的分别只是在于你想要润一点 你想要油一点 你想要厚一点 跟你想要抗柔一点点 就只是这个差别而已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去的时候 你就是跟店员说 哦我要乳香系列的NYR的脸霜 然后你就去试在你的手上 看看你喜欢哪一个质地 就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啦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就是我用了有没有10罐了 我觉得应该有吧 然后来讲一下护手霜吧 就是在护手霜评比完以后 我只用掉了这一条 就是我的护手霜真的太多了 用不完好吗 这两条都是Grown Alchemist家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他们黑色的经典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是带有一点点橘子味的 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推开 然后推开以后也非常好吸收 它是属于没有很油的那种质地 可是也能滋润到你的手的感觉 然后它是真的会吸收进去 不会你之后再去洗手 你还觉得表面滑滑的 那另外一款呢 这一款粉红色的 我之前有大大的吐槽它过 因为它呢是你只要一开盖子 然后稍微碰触一下它的瓶声 它就一声流出来 而且它流呢是那种这样子 直接往下流下去 所以我每次挤完它以后 我就要非常小心 然后赶快把它搓开 但是用到最后以后 我居然有一点点舍不得它 因为我就觉得它这一种非常稀的质地啊 对于那种手很干的情况下 意外的有修护跟就是保养的感觉 这一款呢是他们家的Intensive Hand Cream 虽然说我不知道Intensive在哪 因为我通常隔天起来 手还是非常的干 可是在擦下去的当下啊 你会觉得手没有干痒的这么严重 所以在护手霜屏蔽里面 我曾经跟大家说 不要买那个三个的组合 我现在再反悔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买啦 但是如果你自己试用 你觉得不喜欢这个水水的这种质地的话 那你就胆直胆直买吧 好 然后同样是Grown Alchemist 他们家的这个Body Cream 这个是他们家的柑橘系 柑橘的身体乳 然后这个身体乳我曾经有买过大罐的 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的滋润 它是真的是很厚的乳霜哦 就是对它是写Body Cream 所以它是真的是乳霜 擦起来非常的滋润 然后你真的会有那种皮肤被滋润到的感觉 但是完全不适合台湾的夏天 很适合爱开冷气的人 或者是你去住饭店 然后冷气很强 房间很干的时候可以使用 所以我很爱他们家的旅行妆 然后两个护唇膏讲一下啊 这个是Philosophy他们家的Kiss Me Tonight 这个护唇膏真的是很好用 虽然说它有改版过 然后后来买了几款 都会觉得里面有一种磨砂颗粒的感觉 但是它还是非常滋润的 可是就是我这么虽小的人 Philosophy好像现在不卖这个护唇膏了 有好用的护唇膏麻烦底下推荐给我 那RAM这一款护唇膏呢 单纯是因为它过期了 因为我们把它放在那个 旅行用的包包然后完全忘记它 这款我印象中是好用的 但是现在好像也买不到了 到底为什么人生这么难好用的东西都不再出了 这一款呢是非常 就它是很像凡士林的那种质地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融化 可是它的这个我觉得滋润度也是很好 如果国外官网还有看到的话你们可以买 因为我记得这一支好像八九块英镑 我觉得也是相对蛮便宜 然后也很好用的 接下来要讲彩妆的部分啦 彩妆的部分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奇葩的东西 就是这个罐子是无印良品的罐子 它里面装的是Hourglass的一个装钱乳 当初那个装钱乳是孙姐姐在香港买的 然后因为那一条非常之贵 我已经有一点忘记多少钱 大概可能是三千多左右 然后呢我朋友就说他好想试看看 那我就跟他商量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人一半 然后呢你给我一半的钱就好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它挤进这个罐子里 然后为了把这个市敌乳用完 我还特地去药局买了这个细细的棉签 就是把它这里面全部都挖出来挖干净 这个市敌乳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买 钱够就买好不好 因为它非常好用 它是什么样的质地呢 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点那一种 可以抚平毛孔的那一种感觉 所以用量只需要一点点 然后呢我主要是上在这个 毛孔比较大还有T字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一擦上去啊你就会觉得滑滑的 然后有一种毛孔被盖过 可是它的那一种怎么说闷感 就是闷住毛孔感觉很不明显 加上因为擦了它以后 持妆力就是大大增加 不管是在台湾的这种大热天哪 整个超潮湿的情况下 你的妆也很不容易滑 所以这款呢我真的超级推荐的 不但持妆能力加 毛孔隐形加 它甚至还有一种加强你粉底液的精致效果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特别买了棉花棒 大家应该就知道它有多好用 好然后全部都是眼睛部分的 因为眼妆真的很容易用完 其中一个是这个植村秀他们家的眼线液笔 这个眼线液笔我印象中它是可以买refill去填充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买 它没有第一它没有很好打开 你看我刚刚在内实力就知道了 然后它的笔头算是比较偏粗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好掌控 加上笔头虽然偏粗 但是笔尖又偏细 所以有时候会画出一些很奇怪的毛流感 就是会有一点BX的感觉 那它也没有到很防水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不需要 可以直接丢掉了 然后三支我很喜欢的睫毛膏 然后打底通常我都会用这一支开beauty的睫毛膏 这一支打底真的是很好用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刷头是很细的 然后它不管是刷下睫毛或上睫毛都很好用 加上用了它以后你的睫毛会比较不容易它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很赞 然后接下来要有浓密感 我就会用香奈儿的这一支 香奈儿这一支也是刷上去 诀窍是你一定要由上往下盖你的睫毛 然后再把它往上推 你的睫毛就会很浓密 我今天也有用香奈儿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想要睫毛根根分明 但是又不是那一种细细的根根分明 是有存在感的根根分明 就是要用这个爱杜莎的刷子 但是这支你们买不到了 到底今天空瓶集是在种草什么 因为就买不到 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些生活小物的部分 就是被我吐槽过的这个绑头发 什么 不想讲什么绑头发 什么戒什么明星之类的 你看它这个都露出来了 我真的第一次用到这么贵 然后还有办法露出里面的金属这个东西 这跟我在夜市买10块到底有什么差别 然后还有这一款啊 你们可以看到它变形的有多严重 它里面这个弹力神真的是完全坏掉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人家推荐说什么 不会变形 然后什么绑在久都不会松掉 我那这是什么 我这是在专柜买的不可能是盗版 好然后我觉得很好用的一支三菱的按压笔 这个UNIBOW的这个SIGNAL 它们一直都有出不同的颜色跟包装 然后我觉得这支笔真的很好写 它虽然是0.38 可是写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字就是特别好看 然后笔触特别的细致 很适合拿来手帐就是做记录 然后虽然说我变形不用五一两品的压边化妆棉 但是这个原色化妆棉 我还是有搭配渗透乳一起用 最后的最后是一个婴儿产品 就是这个ATITUDE的爱特优的婴儿身体乳 我就想要来吐槽一下就是这个盖子 在我们一开来用的时候就断掉了 但是这个身体乳本人是非常香甜的苹果味 我非常喜欢爱特优他们家的味道 因为目前在用的那个洗澡的也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味道就是一个清苹果味对吧 哦它是梨花蜜啦对不起 各位是梨花蜜 然后上次好像有介绍梨花蜜的那个泡沫的对不对 身体乳一样好用 我觉得大人擦也很适合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成为香香公主 就很适合用爱特优的这个婴儿身体乳 好啦这次的空瓶集又是一个资讯量报表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空瓶分享 就算不喜欢我还是会继续拍 下次见咯拜拜